山河四省的名字来自一个既定的事实 分别是种菜、挖煤、种地、打铁的四个难兄难弟 此梗一出,四省人民纷纷虎去一阵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,就在近激鲁豫交界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坚持抗战 此后在这里成立近激鲁豫军区,成为刘邓大军的故乡 四省之间横抗了太行山和黄河两道天前,造成了一定的地理隔阂 但是位于四省交界处的邯郸安阳辽城长治 互相的联系应该也挺多的 身处中国的心脏地带,作用丰富的文化遗产 三亿老百姓勤劳淳朴,却一直在努力跟上南方人的繁荣步伐 既不发达也不落后,反而四省成了最容易被忽视的地区 本着山和四省互不嘲笑条约,无意以前浅地对比一下四省各方面数据 四省的陆地总面积 河北18.88万平方千米,河南16.7万平方千米 山西15.67万平方千米 山东15.58万平方千米 截止2022年人口数量 山东1.02亿,河南0.99亿 河北0.75亿,山西0.35亿 2022年四省GDP,山东87,435亿 河南61345亿 河北42370亿 山西25642亿 2021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山东56521元,河北48185元,河南48117元,山西45748元 2022年四省高考报名人数 河南130万,山东85万,河北75万,山西33.7万 2022年四省一本录取率和地区高考难度 河北14.55%困难模式 山东10.6%噩梦模式 山西9.8%噩梦模式 河南7.8%地域模式 四省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 山东,山东大学,中国海洋大学,中国石油大学 山西,山西大学,太原理工大学 河南郑住大学,河南大学 河北,河北工业大学 坐落在天津市 四省国家5A景区数量 河南15个,山东14个,河北11个,山西10个 四省截至2022年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河北8325公里 山东8048公里 河南802公里 山西5878公里 2022年四省高铁里程排名 山东2319公里 河南2281公里 河北1771公里 山西1121公里 截至2022年四省棉用机场数量 山东10个,山西7个,河北6个,河南4个 河南4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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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南4个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